早上太阳大 早上太阳大 不卡了吗 不是他一个人坐在干啥呀 现在不卡一切正常是吧 不卡就好 等下卡的时候你们跟我讲 等下卡的时候你们跟我说一下 不卡就好 少这样对身 挖红薯挖完了吗 挖完了 红薯弄完了 还不带他走 管家他不愿意走 他也有事了 他咋走啊 他也走不了啊 他想走也走不了啊 很多东西是你想 而也不能不能做不到的东西 知道吧 刚才怎么了 刚没怎么 刚刚网络太差了 刚网络太差了 直接网络异常给我卡掉了 那你怎么办 那我还能怎么办 熬呗 对吧 咱接着熬呗 他小姨来 他小姨在家 小姨在家 没走没走 要不你们问一下他的意见 他是愿意走还是啥 啊 家人们 对不对 是吧 不是他就在那里坐着 他小姨没走没走 在他家 现在还在他家 对吧 没哭没哭 啊 那边又要离开 那后面那这这种都很正常 这种都很正常 知道吧 对吧 他七大姑八大一对 对 他关键现在不愿意走 知道吧 不愿意走 我也问过他很多次 或者等一下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劝劝他 不是说没主见 别人有很多事情 家人们 别人有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们两个这样子做好累呀 对呀 开导的话 我开导了已经很多次了 还得看你们 还得靠你们 靠你们去开导 啊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家人们 这里面也是看到眼里的 对吧 感谢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大家关注 对 你们跟他说 心愿 心愿 你你你过来 咋了 过来啊过来 我没在他们这里住 我从来都没在他们这里住过 他们就看买狗了 你们这还有收狗的 嗯 嗯 嗯 对啊 对啊 大家都在开导里 是吧 要不就是 出去上班 出去工作 就别一直待在这地方了 是吧 你看在这里 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大堆 嗯 他们一直说我为什么不带你走 其实我也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 对吧 那关键 咋说呢 啥东西在看你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你你怎么想的呀 你你你怎么想的呀 其实怎么说呢 我也想过就是跟你一起出去 但是我有考虑到很多的事情 我感觉我不能这样子 直接走了 就离开这个地方 嗯 你想想出去你倒是出去自己自己打工挣钱 自己自己是吧 自己生活 你比如说你挣的多余的你可以直接给你爸妈转过去 对吧也可以啊 你就非要待在这个地方对吧 嗯 我是觉得 我 我也有想过 第一我出去之后 我确实 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 也没有什么技能 我出去之后 我也不知道 就是找什么工作好 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会要我 但是你要这么想 就是因为现在年轻 对吧 趁着趁着年轻 趁着年轻那个 你奶奶又在叫你了 哎 是吧 待在地方也没啥出去 他别人都说了出去打工 首先从零开始慢慢的 一年两年他总会熬出头的 总比之外一直在这里那个好啊 我去帮他拿个东西去 我去帮他拿个东西去 这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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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没点赞点点赞啊 先生们 找人送东西过来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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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说 嗯 然后 嗯 你说什么 不是 我说第二个就是说 然后 你说我奶奶 又在家 其实一个人 我也放心不下她在家 其实是这样做的 奶奶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接出去 如果奶奶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的话 那我也愿意不待在这里 意思就是奶奶愿意出去 你也可以跟着就出去 是吧 那就给奶奶做做思想工作呗 嗯 就是跟奶奶说一下 然后我也不管什么 对啊 他们都这么说 我跟你讲 有时候正确的反抗 是正正是对的 知道吧 也不是说你你反抗 所有都是错的 你有时候正确的反抗 是是很对的 明白吧 真的吗 对啊 大家都这么说 是不是 那当受到自己的时候 欺负是反抗 这是很很正确的做法 因为我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是我的亲人嘛 我不想就是说那样去对待他们 知道吧 这没啥 知道吧 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家人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找人带了点东西过来 然后我带他跟他去拿一下 啊 就这里吧 就这里 所以等一下嘛 等一下他车马上下来了 对啊 你自己看 我就我就可以打个比方啊 星月 你看一下你表姐 你小姨她们的做法 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这两个都都是很好的例子 说实话 你看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 对不对 我知道他们对我不好 嗯 没我买的东西 我不是买给他的 我不是买给他小姨的 我买给星月的 你没买家人们 那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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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从这里上去了 走慢点 到那边去了 带走 带走不是说我说了带走就带走的 家人们 那人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思想 啊 不是说你说把他带走啊 就带走的 那完全不现实 对吧 你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也很明白 啊 哪有那么容易啊 慢点啊 小心滑 哎呀 慢一点点啊 是不是家人们 很多事情咱们也是说 你们也不要说星月没为我考虑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他也是经常在为我考虑 很多事情他也是无奈的 也不说他现在想怎样就能怎样 对吧 家人们 哎呀 走走山中挺累的 还累不累 啊 还不累 还好 其实我 我也想跟着你一块出去啊 出去 见见外面的世界出去 打打打工这面 哎呀 他小姨没咋对我就是啥呢 我就感觉他现在就是故意刁难心悦 其他的没啥 马上走到公路上了 我们在公路上拿个东西 慢点是还在前面吧 没有我刚刚卡掉了 刚刚卡掉了 刚刚卡掉了 在这里 自己都20岁了 别人他们都说很多就是啥呢 很多事情自己要去做主 知道吧 自己要想办法做主 20多岁的人呢 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明白吧 不能啥的一味的听别人 或者是 听任何人的安排 自己想做啥就做啥 这个不管好意坏以后都是你自己的 对吧 你说每天在大山里面 是不是 能干个啥呢 对吧 家人们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 这个道理 啊 他们你没发现一点吗 他们就不想让你过好日子 就各种百般的刁难你 就就想办法刁难你 啊 他有想让你好好生活吗 说句实话 啊 不管任何东西 不管是我还是别人 到最后面 那如果说是自己的新人 那肯定是想让你过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他而不是说把你一直圈在这个大山里面 就让你在山里面 是不是 你看现在 说白了 如果说是真正爱你的 他就直接信的 他就想让你出大山 就让你有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说就一味的让你就在大山里面 圈在大山里面 是吧家人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出去你可以自己租个房子 自己对吧 想干嘛干嘛 也不说想干嘛干嘛 最最最起码就是自己靠自己双手去把自己养活就行了 对吧你比如说挣挣多余的工资 你上交给父母 这个也是正确的 是不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点 自己要有组件 自己要有把握事情的能力 知道吧 他们等一下才来 走吧走 等一下他们等一下才来 对吧家人们慢点小心小心车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 那出去打工挣钱那也是孝顺父母孝顺家人 对吧 人嘛肯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那不能说人一直往底下走啊 对不对家人们 要思想也要发生改变 而不是一味的老思想 对呀那你像你们说的挖土豆 那天天在家做农活 那有有有有啥前途啊 也不是说咱咱也不是说挖土豆没前途 只是说你现在也大好的年纪大好的青春 是吧 是吧 没有他他们这边下去的话 要走走一节山路 现在我们在公路上 别人拿东西 但是他们拿下去了好像 好像拿拿到他家去了直接 对呀别人就说的 你天天在家里面能能存几个钱 到头来 是吧 你万一遇到一点啥事 说实话确实也挺难的 来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家人们 点点关注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也是说实话啊 咱也是说实话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只能给你一个参考 其他的还得靠你自己 是吧 反正不急慢慢来 反正就是一点不要太软弱 自己有主肩就行了 其他的说多了也没没没没啥 啥用 是吧 今天才小一边怎么没来 怎么没看你车 我停了另外一边的 我停另外一边的 这个地方刚刚有车停了 你停不下停不了 对自己的路应该选由自己去走 而不是由别人给你指挥 成年人应该有成年人的思想 是吧 对不对家人们 那成年人没自己的思想 全由别人去帮忙那个 那跟说说就难听点的那跟残废有啥区别 是吧 那没办法呀 我只能说呀 希望他也有自己有所转变吧 这个说白了 咱也不是说他的坏的 也是说为他好 对不对 我像你们在这边也看得到 都都是为了他好 又又不是说 是不是咱咱就是说 为了他不好 或者是说的一些 做的一些 是对他不好的事 是吧 慢点慢点慢点 小心滑 对呀 出去工作比待在这里要强很多 刚开始出去不会 不会做什么 他慢慢慢慢就会了 对不对 你想想 那什么东西他不是一步一步的学会的呢 什么东西是一不能登天的呢 对吧 反正你只要出去认认真真地干 脚踏实地做 没有啥东西做不好的 比你干农活说白了还是轻松一些 是不是 对呀 现在他们说的 你种你种极木土地 你种种极木土豆的话 你能卖多少钱 卖不了多少 是吧 反正自己的事情自己好好 好好把握一下 好好自己做主 有时候自己思考一下自己人生 难道 对呀 你就想着 这辈子就是农村呆着 说白了 你长得又不差 是不是家里面长得又不丑 是不是 你像外面那些 你看你如果化个妆 换个衣服穿着 你不比任何人差 我就这么说 是吧 是吧 哈哥 嗯 其实我有想过 不待在农村 不待在这个家里 但是 我又考虑到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还是想 想待在家里 在家里就是啥呢 照顾自己情人 对吧 确实 有时候我也 我为什么 从来我没说过你 为啥呢 因为我也能体会到你的想法 自己家里面有老人 要照顾 人嘛 做人孝心最重要 这个我是完全赞同你的 对吧 做人有孝心 这个确实很重要 但是咱也为自己的后面的事情 考虑 为自己的前程考虑 对吧 你说如果我奶奶她身体好的话 我出去 出去也没事 我经常回来就好了 但是我奶奶她 对 我也是 我也是考虑这一点 所以说你看我 我从来 从来我也没说过你 也没吹过你 对吧 我就想这就是啥呢 我现在我也是多的 也不是说非要你出去打工 或者干啥 我的意思就是啥呢 人要发生转变 当你受人欺负的时候 你自己要懂得反击 懂吧 一个落弱的人 只会被更多的人欺负 明白吧 人越落弱 那就好比 对吧 一个别人说的 这个话不能讲 这个话对你讲有点 有点那啥 对吧 只有落弱的人会一直被人欺负 如果说你想自己 不被人欺负 那只有自己振作起来 对不对家人们 实话实说 啊 你看看你小鱼的做法 看看你表姐的做法 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都习惯了 人不是说为自己而活 我觉得这个做个人的话 有效性这个很重要 啊 嗯 是吧 老实嘛 老实也有老实的 确实人老实了 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呀 太老实了也不好啊 但是我不能说过多的 为啥呢 我不想因为我 而让你家里面产生矛盾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不想这样子 我也不想让你拦住 是不是家人们 嗯 不是因为你浩哥 嗯 说我们家本来就是这个 这样的情况 以前也是这样的 对啊 知道了 对 太老实会吃亏 吃亏的是自己 你说我是不是太老实了 实话实话 确实有点老实 有时候我自己 我都 我都有点看不过去 因为 因为你要这么想啊 我 我是一个男的 就是他们 他们属于是女性 说白了 我们一个男性的话 不可能说跟女性 就是怎么样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们直播间 有的人说啊 动手或者啥 我是一个男的 不可能对女的动手 那不管那女的干啥 再再怎么样 对吧 俗话说的好嘛 好男不跟女的 是不是家人们 啊 所以说大家理解一下 不是说我那啥 我也我那个啥 啊 明白吧 好好的 啊 他们都做了你今天很漂亮 漂不漂亮家人们 啊 对啊 男的不可能跟女的一般计较的啊 咱 咱 男的好男不跟女的说句难听的 出发能不能露了脸 你不是没看过你要牵起来 对 实话说的好啊 对大爷都说你挺漂亮的 来家人们你们自己给他们给他说说话 啊 你们自己给他说说话 那你拿着 啊 多聊聊天哎呀 开导开导他 人嘛肯定他原来一直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他自己也也懂的 对吧 对 你说话要要懂得说话 你不要流流流流流的 该怎么讲话就怎么讲话 不要怂 不要怕 有啥呢 对不对 好 谢谢你们的 喜欢 小姨她不可能去照顾奶奶的 我就是担心 我走了之后 哎 你说奶奶在家 他们都对奶奶不好 都对老奶奶不好 然后人家一个老年人 身体又不好 那走了之后怎么能放心嘛 必须我 必须坚信起来 嗯 我是我有想过出去工作 但是我有考虑到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跟浩哥一起出去 你说浩哥对我这么好 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不是没有想过 我只是 怎么说呢 可能不善于表达 我再跟你说一遍心愿 你不要觉得我对你怎么好 你要怎么回报我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好吗 嗯 你要有这种想法 那你就错了 我对你好 不是说要你付出什么 或者干什么 我知道 懂啊 嗯 不管我们就像他们说的 不管什么在不在一起 什么的 这些都是后面的事 对不对 这个都跟这些没关系 不搭嘎的 我不是说我帮你 就是为了让你跟我在一起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想多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就是 就相当于是朋友 很好的朋友了 我们已经算是 对吧 不是说啊 我帮你会 或者是我喜欢你 你就必须喜欢我 一样的道理 那人喜欢一个人很正常 不是代表你喜欢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喜欢你一样的 嗯 对吧 所以说你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 我并没有有过那一种想法 你也不要想多 你也不是说想多了 你不要就是有思想压力 或者啥 懂吗 知道 嗯 我想过呀 我也想过很多东西 嗯 但是他们虽然说他们不管 他们对他不好 但是我不能不管 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 对吧 对啊 人嘛有效系很重要 把善效为先嘛 这个是实话 对 我不管他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吧 就是我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没事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做好自己就行了 知道吧 做好自己就完事了 嗯 对我其实我也想过出去 但是我就是自己更想 其实更想待在家里 待待在家里吧 嗯 强势一些 希望我强势一些嘛 嗯 嗯 我我会的 就是 如果他们真的太过分的话 我也不会说 哎 念着我们是亲人 那个 对 做好自己就行了 我也是说小姨凭什么 那个 因为本来 他跟浩哥就 就不那个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不好的 嗯 对我说的还是那句话 如果再欺负你 就反抗 就反击 凭啥呀 大家都是人 你为啥欺负我呀 对吧 我昨天说了 我昨天我要学会反驳 啊 那这其实我 我有主见 我有说 我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 哎 嗯 你还没说 对吧 嗯 哦 哦